各位觀眾,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是吉比戰士 那它叫做神秘十四NEO 槓檔 就叫它新槓檔吧 它的原型是RX99 NEO 槓檔 真的是很小一台 這個很小的HD 槓檔統稱叫做吉比戰士 就非常的小 那頭部是可以旋轉的 手也可以360度迴旋 那腳掌也可以旋轉 它是一個手關 那轉到背後呢 這是空空的 真的是很小隻喔 它有多少呢 就是比騎士公子鋼檔還要小很多 這是一個大人跟小朋友的概念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穿一下盔子 看起來就是比較威嚴一點 也比較像RX99 NEO 槓檔 那它還有一把劍叫做古類兜兽的 那非常的大把 對它而言非常的大把 那轉個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樣子囉 那這個模型還有附身一個原創的台車啦 就是可以給它占到腳底板底下 你就可以錄來錄去啦 還是蠻有趣的一個設定喔 蠻好玩的 在遭遇為止的時刻 它就可以召喚 RUGAYA 這個就是姬甲城RUGAYA 那非常大一隻 非常的可愛 而且這個頭又大又萌 真的是很好笑 那轉個一圈給各位看一下喔 頭4是金色的電鍍零件 那上面這5個寶石 那就代表那5個姬甲城的意思吧 那它的頭部是不能旋轉的 但是頭部的分色還不錯 但是嘴巴下巴的分色是貼紙啦 那它的圓形就是立肝蛋啊 其實看不太出來 其實從臉部可以看出來 但是整個頭型就沒有說那麼的像 其他的可動度就是手臂的旋轉啊 然後腳這邊有接地 還有它的拳頭是可以旋轉的 背後的翅膀可以旋轉 那對比這個超姬甲城的LUGAYA 真的是精緻了很多 側面啊 背後啊 大家看一下喔 這把劍圈啊叫赤靈光劑 可是竟然是黃色的 那其實應該要噴一點堅持會比較好看 那尺寸上還算蠻大把的 那這個盾牌在做雷滴飛沙 那翻成中文的話應該叫做雷射防禦者 形狀上還好 不過有一點立肝蛋盾牌的味道了 那這個刺靈光劑呢還可以跟這個盾牌做大合體 要變成一個超大的劍盾 這個時候呢我們把尼歐甘達的頭盔拔掉 那手腳刺肢都拔掉 那包括它的這個胸甲的部位也把它摳出來 就形成這個核心的狀態 就是把頭整個拔掉 然後一樣就是把手腳都拔掉 那之後再把這個身體打開來 把這個核心的骨架零件取出來之後 那這個鮮鋼彈的核心零件 就跟A路蓋牙的身體零件做結合 接著聰明的你就知道了 就是把一些該合的地方都合一合 最後你就可以我來組成頭部 那這個核心的骨架零件呢 就裝上鋼彈新鋼彈拆出來的零件 就是整個手腳都把它組合上去 那包括腳也是一樣 下面卡入這個頭盔 最後再插入這個寶件 就可以兩個型態放在一起展示了 就不會有浪費零件的地方 算是還蠻好玩的 那尼歐鋼彈當成核心之後 頭部就多了可動度還不錯喔 最後就是超肢甲層鋼串四肢 跟肢甲層A路蓋牙 把在一起比較一下 那真的就是很可惜啦 因為這個A路蓋牙 他如果之後再發展時 他的肢甲層 應該可以合體成更大的超肢甲層 那可能萬代最後就是腰斬的這條線吧 所以指出了這個簡易的版本啊 那了事的感覺 那作為單體發售的肢甲層A路蓋牙 其實做的還不錯啦 精緻度有 那關節可動度就稍微可惜 並支持很久以前的模型了 那這個系列基本上都腰斬的 所以就實時也是買個仙環而已啦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